旅行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作为个人的一种乐趣 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满足个人的一种好奇心 这是从个人的层面 另外从工具层面 这个旅行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践 一个考察 就是古人知根者行的一部分 那么我实际上 并立这个夫妻 去做个人的旅游 我基本上是利用了 我的专业的这些考察 来满足个人对旅游 对人生这一部分的乐趣的追求 因为一方面这个以前自己个人也没有条件 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刚刚开始工作六五年的时候 我的工资是三十七块 那么一直到本来应该第二年就应该加到四十八块了 但是因为文化革命开始了 那么说一直拖拖了好多年 我们都是从这个上面起点的 所以在当时呢 自己出去旅游 特别要出国旅游那简直不可想象的 那么现在大家才有这个条件 对吧 但是对这个旅游的乐趣这个好处 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只能够在这个 利用这个修所考察 利用工作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那么从我这个专门考察的过程中间 我的确是体会到为什么古人 一些包括我们一些科学家这么强调 就是实际考察 因为再优秀的论作 再高明的作家 都不可能把一个地方 就是都是通过书面来记录 来传承给你的 而且同样一个地方 个人的作业点不同 关注点不同 兴奋点不同 所以往往呢 就是他所记录的东西 哪怕是作为科学考察 也不一定能够满足你自己的需求 所以我们作为研究 特别研究历史地理 研究一个 就今天还可以去通过考察方法 来探索的事物 那么我觉得这个 实际的考察 是不可避免的 我可以去更加的 所以我会变成了 我们再生了 写